哈喽哈喽 大家好 我是音乐平叔 这是我们微博包团写托课的第七课 我们今天聊一个话题 可能很多人都有一个困惑 说我确实有流量 我听到前面几个课 我现在有流量 但是就是没有什么关注 怎么办呢 其实很简单 我给大家说几个简单方法就可以了 第一个 让流量更大一些 对不对 比如说你原先只有几十个流量 现在我几百个几千个 有个一两万个流量 一两万个阅读量 这也不算啥阅读量 很大的阅读量 努力一点 做到几十万甚至几百万 甚至上千万对吧 你流量更大 关注人家人就可以更多一些 这是真的 我有一次好像一条微博 增了有三万多粉丝吧 就这条微博四千多万阅读量 然后增了三万多粉丝 这是这种 这就是越多越大 那个粉丝越多一些 所以第一个呢 你徐徐做 让流量更大一些 怎么让流量更大一些呢 前面我讲了几节课 尤其是蹭热点 尤其是写比较长的文章 然后那个系列热点 那个就是蹭流的好方法 继续做就好了 第一个 比较满足于几千几万的阅读量 那个就是 其实并不多 第二个 无线套玩 前面讲过了 什么意思呢 你在你这条微博的末尾 加入另一条微博的链接 另一条微博的那个末尾 再加入再一条微博的链接 我们叫无线套玩嘛 对吧 然后呢 我之前有朋友说过我 说我看你微博 看到看到一条微博 然后呢 不由自主的在里面 一片一片的看过去 真正看了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然后我就关注你了 对 让受众在你的主页 前途时间越长 他们就愿意 愿意关注你 注意这一点啊 无线套玩这个逻辑呢 你最好用的是同样一个 一个系列的文章套起来 如果你在写文章 像我微博写的比较杂一些嘛 我乱七八糟都写 但是我会有意识的 在每条微博下面 就会留一些 没有每条微博 大部分微博下面 会留一些那个 相同类型的微博的链接 这样的话 对这感兴趣的人 就会持续看下去 他看到时间越长 越来越关注你 这个也是一个方法 好 这第二个方法 第三个方法 就是写优质长文 注意啊 长文章 文章太短了 你们只没有这个功能了 你开启一个粉丝 才能阅读全文的功能 后台有 你可以自己找一找 开启粉丝 才能阅读全文的功能之后呢 你写长文章 作为一个粉丝 他看到一个 他没有关注你的时候呢 他看到你的文章呢 看到一半就看不下去 就不能看了 下面是那个 关注阅读原文吧 好像是啊 就是关注之后 才能阅读全文 这样的话 他也会关注你 这是这个 这是微博给我们的一个方法 你可以用一下 写优质的长文章 下一个 要收视粉丝才能评论 你当然粉丝很少的时候 你也没办法啊 你这个粉丝是倒一样的 差不多 有个一定的粉丝才能做 你说这粉丝才能评论 然后呢 你写的微博的 写微博做到什么呢 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 有缝隙可参与 让他愿意有强烈的参与欲望 他想他评论之后 才能去 关注之后 才能评论 这样的话 他们就会留下来 当然你也会遇到一些人 就是纯粹的 关注你 或者骂你 骂完之后就取关的 这个没办法 对吧 这种人只能删除评论了 对不对 但正常情况下 你只要做出来 这个标准的话 你也会增加一些粉丝 就这个 还有一个 大V转发 不管你是大V抽奖转发也好 还是 如果你已经是比较大的V的话 你可以试一下 那个大V抽奖转发 但是你普通人的话 你没办法 你只能请大V转发了 怎么大V转发呢 我们前面讲过一节 就讲那个 向上社交那一节 你跟一些大V互动一下 他们就帮你转发 那个观众率很高的 而且粉丝非常优质 我在四万粉丝的时候 有几个大V朋友 尽量转发我的微博 尽量转发 我每次转发都能带来 一两百个 两三百个粉丝 而且质量非常优质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事 因为大V转发 其实不仅是帮你带流量 而且是帮你做背书的 这个地方也要特别说一下 我们的同学 如果你是我的学员的话 你在必要的时候 可以请我转发 必要的时候 就是你有需要 或者有优质文章了 或者说你有必要的话 我请我转发 但不要每条都爱抬我 我们有同学学员 每条微博都爱抬我 我也很头疼 对吧 我不可能帮你转那么多 对吧 我可以帮你转 但是你在重要的时候 让我来转 还有就是 你去想一下 我那节课 向南社交那节课 看一下你怎样做 我才能转发更多 你看那节课怎么做 好了 这是大V转发 下节课就是转发抽奖 有一个 微博有个功能 转发抽奖功能 你转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那个 转发加关注 他们抽奖 也能带来一些粉丝 也能带来粉丝 但这个效果呢 抽奖本的 那个粉丝 质量一般 相对低一些 相对低一些 但也可以用 也可以用 你可以那个 你可以跟 我上前一会儿讲过了吗 你可以跟大V一起来合作 做一个抽奖 比如买他十本书 然后说那个 转发抽奖 那个抽出十个人 转发我 转发抽奖我和 转发关注我 关注某个大V 那个大V 然后呢 我送出他十本签名书 什么之类的 这也可以做的 这种方法呢 大V一般都会帮你转 而且呢 也会有人关注你 这也是一个方法 好 下面另外一个 就是关注私信送增品 那个很多人都这么玩过 关注我41666 然后送增品 但这个方法呢 我一般不建议新手做 因为你 如果你你的粉丝 没有就就就几百个 你做这个 这样做一个事的话 是很容易被微博盯上去的 很多微博盯上 我建议不建议这么做 等你到比较有 有一定粉丝路 在做这个事 有一定粉丝之后呢 关注私信送增品 这个事也是可以做的 这个地方 我再说一下 这个啊 说这粉丝才能评论 然后有封信可参与这个东西 然后呢 那个这个方法 有封信可参与的 我们有一个专门的课 你去认识听一下 里面可以有很多 比如说同意的打个666 对吧 可以指正他同意的打个666 或者说都是 看看你们的个人IP 然后互相关注一下 什么 这都是可以的 这种互相互动模式 都是可以做的 好了 我往下面讲 最后一点 持续提供优质内容 才是核心 注意 私媒体的逻辑 一定是持续提供优质的内容 这才是核心 而不是说 上面讲的都是一些技巧性的东西 技巧性的东西呢 有用 但是最核心的部分呢 还是优质内容 怎么创造优质内容呢 我前面讲过杰克 是要求你们去各个平台 去看那些优质内容 各位注意啊 我这次都没有教你们怎么写作 什么写作结构的东西 没有用 我觉得教那个东西是没有用的 要教什么呢 教的又是培养你的报款逻辑 培养你的报款的敏感度 就是你知道什么是优质内容 而不是说我觉得什么 而不是说你觉得 我觉得我以为什么优质内容 基本上来说 当你们没有 你们没有那个判断力的时候 你写上的东西都是垃圾啊 但是你要多平台看 看到什么优质内容 看多了 怎么看呢 比如你去P站 那就P站会给你推荐吧 然后你点进去 你能看到他们的那个播放量吗 比如三百两百的 那肯定优质内容啊 对不对 你就看这种内容 比如你去知乎 高赞 高赞的评论 高赞的内容 它就是优质内容 一定要去看这种优质内容 不要自己当然瞎写 为什么我这个 微博报款写多课 到现在都没有教你们怎么写作呢 因为我觉得这个写作 没有啥用处嘛 你首先是要判断一下 什么是优质内容 什么是报款内容 然后才是写作 那些维一四百 就是说 如果你拿的内容是优质的 这个内容本身就很优质 都是报款的 就写的烂一点也没有关系 但如果说你本身写这个内容 就报不起来 你再努力写都写不出来 再努力去写 它都不会成为报款的 你们理解我意思吧 所以呢 首先 微博报款写多课里面 有很重要的一些课 就是让你去各个平台 看那些优质内容 你可以找你这个领域的那种 比如说你喜欢 你做的是母婴 你做的是女性类别的 你找女性类别的嘛 如果你是个法律博主 你去其他平台找法律博主 都是怎么做的 如果你是个心理咨询师 你就看看心理咨询师的内容 是怎么做的 把这些优质中找出来 建立一个资料库 当然看资料库 然后呢 根据资料库的内容去改写 去创作 这样的话 然后再去摘成热点 这样的话 你才能做出报款内容来 这样的话 你才能有真正的流量 但如果说 你没有提供优质内容 只是在闷头写作 而只是用我们的技巧 来来做事的话 那么你还是不能长久的 我说明白了吗 我这里多说几句吧 你多说几句吧 什么是优质内容呢 你比如说 假如你是个法律博主 那你写一 你写一对法律条文 有没有人看呢 他不会有人看的 但你如果你是个法律博主 你把那个法律 你把你的微博写成了什么呢 写成一个 踢着法律外衣的一个八卦号 一个故事号 你讲了很多粉一左撕的故事 然后呢 后面去讲那法律的知识 OK 这就成功了 明白我意思了吧 然后你必须做的事情 一定是找出那些报款内容来 我在前面讲过 凡是在其他平台报告的内容 微博都可能再报一遍 对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首先一定要花大量的时间 去看看其他平台 看看微博的报款内容 然后呢 把那个报款内容经常看 建立一个自捞库 没事去看一看 然后在合适的时候呢 拿他们的东西出来 重新再写一遍 就你一定要有自捞库啊 一定要大量阅读 写作写作的前提 就是大量阅读嘛 我们当年学写作也是这样的 大量阅读 然后你看多了 自然你就知道什么优质的 然后有足够的自捞库 写的时候不是在那下 不是在那下边 不是硬写 你就能写出来 对不对 你看到很多内容 在写的时候 不是很随随便 就能写出来吗 好了 这节课就非常简单 就是针对你们那个 戳字游跃多量之后呢 没有粉丝 然后就给了几个建议啊 这几个建议都是 技巧啊 都是技巧 是表面的 真正的核心部分 还是这一页 就是提供优质内容 又持续写作优质内容的能力啊 这个地方再多说一句吧 如果你 你可以多练习一下 比如你看完一篇文章之后呢 看完了 就把它扔到一边去 然后用你的记忆再写一遍啊 这个写法也是 这种写法基本叫二次元创嘛 就是你真正作为创作者来说 创作来说 这种方式不可取的 但你做自媒体呢 也是可以用这种方法 借鉴来测试的 你可以多练习一下 好吧 然后呢 写作的逻辑呢 就是这样的 就是先翻运 再模仿 然后呢 再改写 最后是原创嘛 这是写作的一个逻辑 开始的时候 一定是这么练习的 就是你先去模仿一下 然后呢 去改写一下 然后最后呢 变成一个原创的过程 这是一个必优之路啊 开始一定要去学习 一定要去找优之路来看 好了 这些课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非常简单 OK OK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